你们快看,前面不是小强吗?他怎么又在擦那个赛罗雕像,还整天拿一个变身器,他居然还相信这个世界真的有奥特曼。 小强,你别再擦那个破雕像了,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奥特曼。 现在都没人相信光了,奥特曼都是骗小孩的,你都上一年级了,怎么还这么傻? 对啊对啊,什么赛罗迪加泽塔,他们根本就不存在,只有你这种笨蛋才会相信光。 你们胡说,你们可以不相信光,但是不准你们说他们坏话,你们快点给我走开。 哎呦,小强,你还敢推我,信不信我把你的破雕像给你砸了? 小致小致,不要动手,打人是不对的,你快点住手。 我才懒得理你,走吧,我们去踢球。 小强哥哥,小强哥哥,你没事吧,他们太过分了,我相信光,我也相信奥特曼,你别伤心了。 那好,妹妹我们现在就去找奥特曼,不管奥特曼离我们有多遥远,我们这一次一定要找到他们,让小致他们知道,奥特曼一直都在,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? 哥哥,我不怕,我要跟你一起去找奥特曼。 就这样,两个相信光的小伙伴为了证明他们心中的光是真实存在的,他们从白天走到夜晚,从高山走到森林,他们走了七天七夜,已经筋疲力尽了,如果你也相信光,就帮他们加加油吧。 小强哥哥,我们已经走了七天了,我真的走不动了,我们真的能找到他们吗? 妹妹你快卡,前面那是什么,快快快,太好了,我们终于找到奥特曼了,可是他们这是怎么了,为什么都移动不动,难道这个也不是真的奥特曼吗? 哥哥,你看这个赛罗,他看起来好像很难过的样子,眼睛下面好像还在流泪,你看到了吗? 就在这时,从石像里面追出了一个长着翅膀,身体半透明状态的奥特曼。 妹妹妹妹,你快看,是赛罗,真的是赛罗哥哥。 小伙伴,你们好呀,请问你们来找我有什么事吗? 赛罗哥哥,见到你我真是太高兴了,现在有很多人不相信光,他们都没见过你,为什么你们现在都不出现了呢?我们真的好想你们呀。 就是因为现在地球没有怪兽了,很多人都忘记我们了,也没人愿意给奥特曼光了,我们的能量也越来越少了,现在只能变成一座石像。 等地球有危险的时候,只要大家都来唤醒我们,我们就可以重新站起来,继续去战斗了。 赛罗哥哥,我相信光,我不要你们变成石像,我现在就把我的光给你。 小强,你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,你们快回去吧,只要你们一直相信光,我们就很开心了。 不行,赛罗哥哥,我们都不想你们变成石像,我现在就把你以前战斗视频发出来,让他们看看你们有多帅气,这样一定会有人愿意帮助你们恢复的。 没问题啊,是什么不与人或不在远或得离,是言情与生意。